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刘女士今年60岁 家住毕霞庄中区 今年刘女士家喜事连连 除了老房子新装修焕然一新外 最近生活中又有一件令她高兴的事 那就是用上管道燃气告别煤气罐 毕霞庄是建于上世纪90年代的老旧小区 在中兴城市原本像这样的小区 大多没有配套建设燃气管道 居民多使用瓶装液化器 管道燃气普及通气用户不足十万户 为尽快让市民用上实惠经济清洁安全的管道燃气 市委市政府加快推进中兴城区管道燃气普及工作进程 将加快推进中兴城区老旧小区 加装管道燃气建设列为我市今年十项民生实事之一 由市住建局牵头组织 汕头华润新澳燃气公司积极投资建设市政燃气管道 按照政府补贴一点 企业优惠一点 用户支出一点的原则 即政府补贴一千元 企业优惠一千元 群众使用开户费仅一千元的优惠福利 充分调动老旧小区居民包装管道燃气的积极性 提升城镇居民管道燃气使用的普及率 如今地霞庄中区终于通了管道燃气 燃气公司的工作人员也会入户检查居民燃气安全 并指导居民正确安全使用管道燃气的方法 管道燃气通了 刘女士用得方便安全 对比起以前烧柴 烧煤炭 扛煤气罐 幸福感便油然而生 截至目前 中兴城区已开发275个老旧小区加装煤气管道 约覆盖6万户居民 170个小区已完成竣工验收 其中有121个小区 1.6万户居民已实现点火通气 当前基本实现中兴城区主干道燃气管网全覆盖 中兴城区管道燃气覆盖户数提升至29.5万户 覆盖率已从2019年底的40.3%提升至72.5% 群众享受者加装管道燃气带来的便利 生活的幸福指数得以提升 今年我没有完成的加快配套 然后使用户能够尽快地用上那个管道燃气 随着管道燃气直通6万户居民家中 刘女士家点火热锅 在充满烟火气的煎炒蒸煮中 我们触摸到了暖暖的民生温度 什么是摸得着的幸福 与刘女士一样 群众真实的笑容 油然而生的欢喜 就是最好的答案 今年来我们大力实施 老旧小区家庄管道燃气改造 老旧小区水改 积水点整治 市政道路改造等群众关注的 极难筹判问题 一件一件抓落实 一件一件抓出成效 在一次又一次的采访报道中 我们真切地体会到 保障和改善民生 是践行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具体体现 也是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选择 写好民生幸福大文章 补齐民生短板 不断提升民生幸福指数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 城市才会更足 今天上午 政协第十三届 扇头市委员会 第七十九次主席会议召开 市政协主席谢泽生 主持会议并讲话 市政协党组书记 邱一辉出席会议 市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 田辉 盗会通报有关人事事项 会议审议了 政协第十三届 扇头市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搞 政协第十三届 扇头市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 关于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搞 政协第十三届 扇头市委员会 各专门委员会工作报告 搞 市政协十四届 一次会议 日期议程和日程安排的建议 搞 会议审议并通过 政协第十四届 扇头市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 疫情防控工作方案 和市政协十三届 三次会议以来 优秀提案 先进承判单位 先进承办个人名单 会议决定 市政协十三届 常委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 于十二月二十三号召开 会议强调 要提高政治站位 切实增强 做好市政协十四届 一次会议筹备工作的 思想自决 政治自决 行动自决 把坚持党的领导 贯穿到会议 全过程和各方面 落实好市委决策部署 和对政协工作的要求 要突出政协特色 坚持双向发力 聚焦党政中心任务 履职尽责 发挥大团结 大联合的优势 汇聚迎头赶上的 智慧和力量 要把大会的疫情防控工作 作为头等大事 自始至终 紧封疫情防控这根弦 以言而又言 细而又细的举措 抓好疫情防控 确保大会安全有序 圆满成功 第三届亚青会延期一年 将于2022年12月20号 到28号在汕头举行 今天是汕头亚青会 倒计时一周年 自2019年3月 获得第三届亚青会 举办权以来 我是把亚青会举办权 转化为发展权 办赛事和建城市双限作战 推动赛事筹办和城市发展 取得新成效 这里是汕头市体育产业基地的 水球馆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 是很青少年水球警告赛 正在激烈的进行者 这也是市体育产业基地 场馆群举办的首场比赛 不仅是将水球这项运动 带入汕头市民的视野 同时也是对汕头亚青场馆 办赛能力的一个检验 为汕头亚青会做准备 位于南宾路的汕头体育产业基地 是汕头亚青会的主要场馆之一 由管区 校区 室外场区三部分组成 占地约428亩 整个场馆群外观围 滨海贝壳 金凤花开造型 届时将举办游泳 跳水 水球 橄榄球 乒乓球 攀岩等多个项目 就比之前我们在其他地方比赛的时候 那些场馆就感觉特别小 然后又就感觉这个特别好 水温特别好 水温我们下去之后也不冷也不热刚刚好 祝福亚青会去办成功 汕头亚青会25个竞赛场馆 和一个运动员村建设和改造已全面完成 目前一些场馆陆续向市民开放 让场馆成为真正属于市民的场馆 让赛事激发市民的运动热情 11月到12月 汕头举行武术散打 手球 冲浪 乒乓球 水球等五项 省青少年锦标赛就在多座场馆举行 不仅是对亚青场馆场地办赛能力的检验 更是通过积累半赛经验为汕头亚青会做好准备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冲浪 还有乒乓球 我们举办过省级或者国家级以上的一些赛事 然后剩下的水球 手球 武术散打 都是我第一次举办这些比较高级别的一些赛事 对我们明年的这个亚青呢 也是一个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积累经验的一个作用 通过这个比赛项目呢 可以让我们更多的市民去了解或者是去关注 去喜欢这些体育项目 能够检验一下我们这个各个管理一些硬件的设施 是否能够达到那个比赛的要求 朝着办好一次会 搞活一座城的目标 今年来 第三届亚青会各项筹备工作紧张进行 有序推进组织竞赛 完善场馆配套 筹备文化活动 升级服务保障 推介宣传 开发市场等工作 扇斗亚青会筹备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得到药傲理事会的充分肯定 同时扇斗抢抓筹办亚青会这一机遇 全面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推动城市叠变 新业汇明 这里是市区的海滨路 目前海滨路的景观改道提升工程已经是完成了 那整条海滨长廊目前已经形成了 人行道 跑步道 骑行道 三道贯通 汕头内海湾是一湾两岸的格局 北岸有海滨路 南岸有南滨路 这也是汕头中心城区最美的滨海公路 望向内海湾进览现代海滨城市的时代风貌 场馆项目 市政道路 民生工程 一个个项目承载着一座城市 全力以赴办好亚青赛事 提升城市能及的信心和雄心 这片土地写满了赛事新城的汕头速度 让我们相约2022 相约汕头 相约亚青汇 近期国内疫情呈现传播链条多 局部散发等特点 防控形势依然严峻 冬至 元旦 春节等节制即将来临 市民出行需求增加 疫情传播风险加大 我是公交 铁路等相关单位 严格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 保障公共交通安全 在市公交总公司火车站调度站 每一班公交车发班前 工作人员都会对车厢进行通风清洁消毒 每辆公交车都安装了测温设备 乘客上车都需测温 在汕头火车站出站口 工作人员对每一位出站的旅客 进行健康码行程卡查验并测温 省外及中高风险地区来善的旅客 则需进行核酸检测方可离站 呼吁我们广大旅客群众 出门戴好口罩 不惧众 持续做好个人防护 目前就是我们在出站口 设置了一个核酸检测点 现在针对外省的旅客来善 我们都进行落地做核酸 做到应检进检 另外 我是各相关单位 还组织公共交通服务一线人员 做好两天一检 并尽快完成疫苗加强针接种 我们采取了两天一检 然后对一线人员 在这一块做好个人的防护 目前我们一线工作人员 是都已经做了全程和育苗 确保大家安全 市十二次党代会提出 要加速化学与精细化工 省实验室科研成果产业化 大力发展化工新材料 新能源电池材料 可降解塑料等产业 打造超一千亿元新材料产业集群 我是精细化工企业充满信心 期待产业新发展 林楚华是广东亚历节 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行政部副经理 工会主席 党代表 她和公司党员 干部职工一起 学习贯彻市党代会精神 此次市党代会提出 坚定不移走工业历史 产业强势之路 让党代会的精神 转化于企业创新发展 融合发展和高端发展的 强大动力 广东亚历节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是潮南区及研发生产销售 及售后服务于一体的化妆品领军企业 今年来 公司在巩固线下传统销售的基础上 带动开发适合线上销售的系列产品 今年线上销售量同比增幅30% 我是做出工业力士产业强势的部署 构建三星两特一大产业发展格局 让大家对精细化工产业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我们将把握上头当前发展的大好形势 趁势而上 以企业审计技术中心和博士工作站 为技术创新平台 加大科研投入 增强公司技术创新能力 我们是在调整产品结构为主 提高我们自身的一些核心竞争力 以利而强 去转换我们实体经济的一个发展 是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提出 今后五年要基本建成区域教育 医疗文化商贸四个高地 汕头文化艺术学校把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 与推动学校改革发展相结合 围照建设高水平艺术中职学校的目标要求 着力建设文化艺术 工艺美术两大专业集群 这样党代会精神在学校落地落实 在广东省教育厅 2020年中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项目中 汕头文化艺术学校有四个项目入选 包括中职舞蹈专业创新人才培养 中等艺术职业教育教材建设 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 中职学校飞移特色专业建设等内容 各项目的教师扎实加强艺术教学科研 以科研促进教学 在这个项目的实践中 我们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 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贯彻党的文艺方针 在课程和艺术实践中融入私政内涵 创作出更多体现潮善儿女 感胆恩听党话跟党走的优秀作品 市党在会提出 要发挥潮剧名师名家优势 推动潮剧潮越人才培养 和教学科研相得一章 在本次教学改革 汕头文化艺术学校潮剧及潮州音乐专业 就积极开展飞移特色专业建设研究与实践 让学生更好的学习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我们为潮剧潮越名师名家 在学校里设立大师工作室 学校也通过将人才培养 跟我们这种学科研究 专业的这种艺术的研究 科研研究把它结合起来 更好的培养我们的人才 能够更好的传承我们的传统艺术 潮菜烹饪机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其工细精巧的制作 清淡的口味 让许多人为之着迷 并因此而爱上汕头 于庆烈就是这样一名潮菜师傅 因为喜欢潮汕美食 而爱上潮菜烹饪 他希望创作出更多精品潮菜 传承潮汕文化 我最爱汕头的一个原因 就是美味的潮汕菜肴 我爸是移民县村厨师 所以可以说从小就是一个吃货 爱上美食也喜欢烹饪 于庆烈在市区一家潮菜私房菜餐饮店担任厨师 每次制作潮菜 他都会精选原料 融入炸 蒸 煎 泡 焯 炒 炖等喷调气法 在经典潮菜烹饪中精益求精 在创新潮菜上别出心裁 博采重肠 又保留潮菜特色 像这道菜就叫利融而干 这一叫比较经典的潮菜 它的做法就想了我们那个芋头 我来蒸熟之后把它链成这个泥 链成泥之后就加入这个调料 另外的食材呢 这个就是我们潮州菜潮山地区 那个陈海石头鹅的鹅粉肝 鹅肝 这种呢就是等下包里头了 外酥内松软 入口即化 十分美味 于静列希望自己烹饪的潮菜 香飘万里 吸引海内外乡亲和游客 关注汕头 为汕头写好新时代乔的文章 贡献自己的力量 从事厨师这个行业后 每天能够以新鲜的食材打交道 研究它的选材 做法 推陈出心 做出让客人流量忘缓 占不截口的潮菜 就是我的梦想 明天就是24节气的冬至 随着冷空气叠加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我是今天开启降温降水模式 根据市气象台消息 今年第22号台风雷一 今天上午10点 中心位于汕头市西南方约900公里的南台海面上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 受雷一外围环流影响 今天上午 我是出现小到中雨 由于冬季呢 还是不是特别有利于台风的发展 那么随着它向东北方向移动 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将在南海的北部海面上减弱消失 它将持续给我是带来一个中雨局部大雨的降水 是气象台预计受台风雷一减弱后的残余环流及冷空气的共同影响 最后的白天逐渐减小 转为一个小雨的天气为主 由于降水呢 气感会比较寒凉 请市民朋友还要注意 适时的增加衣物 汕头橄榄台政法频道今天正式上线 该频道将发挥权威准确迅速的优势 以新颖贴近温情为突出风格 致力打造全市政法战线与人民群众沟通交流的平台 和群众及时全面了解政法工作的资讯窗口 汕头橄榄台政法频道是拥有300万用户的汕头橄榄台 携手汕头市委政法委员会 是中级人民法院 是人民检察院 是公安局 是司法局联合开办的 推出后将成为我是政法系统 即开通网站 微博 微信之后 在新媒体领域的又一重要布局 是政法战线运用新媒体 传递政法正能量的创新之举 汕头橄榄台政法频道 内设政法动态 平安汕头 致敬先进典型等子栏目 将依托汕头融媒集团新媒体 融合技术和矩阵产品优势 通过专业策划 创意生产 以群众喜闻乐见接地计的报道形式 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 对平安汕头建设的知晓率和参与度 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汕头 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让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 看得见的平安 摸得着的幸福 近日 有市民反映 在朝阳区金浦街道 梅东村面前路边 梅花北港河岸有建筑废料堆积现象 今天上午 记者来到现场看到 路边虽设置静止倒垃圾的警告牌 但还是被堆放着建筑废料生活垃圾 形成一条近十米长的垃圾带 周边群众希望相关部门 重视并及时清理 并加强常态化管理 维护良好的人居环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